白菜可是冬季好食材 几乎家家都少不了 它不仅有解毒的功效 更是冬季补水的好蔬菜 如何将白菜做得美味又健康 今天健康新时代就为您带来了 美味的白菜石榴包 以及有养胃功效的板栗烧白菜 经典的板栗烧白菜 可是胃病的食疗药膳之一 关于板栗如何去皮 大厨更有独门绝招与您分享 精彩内容就在健康新时代 走进健康新时代 快乐生活吃出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 就是每天带给您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 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说起这白菜 我相信在这个季节您是再熟悉不过了 咱在家中到冬天储存最多的就是这白菜 吃的最多的也是它就这白菜 可是说到这白菜 咱在家里做这方法 也就那几种比较单调 今天健康新时代就教你做这个比较单调的白菜 但做法却一点都不单调 给您起来的是中国科兰大师 炳大厨 欢迎 你好 炳大厨是我们的老朋友 还有一位老朋友 给我们解答的是白菜里面都是奥秘 都说这白菜有营养价值 而且是一百天不吃白菜 身体就会受不了的 那么究竟它里面有什么样的营养呢 给您请来的是营养健康老师 顾老师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顾老师 大家好 白菜呢 现在已经给顾老师以及饼大厨准备好了 大厨接招 第一道菜是什么 这个白菜十六包 白菜十六包 现在教你做 制作白菜十六包需要的原料是 美味的白菜 新鲜的虾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冬笋 以及韭菜 首先我觉得应该选一个好白菜 对 你看 我觉得到秋天的时候 主妇是最可选白菜的 教大家一招 怎么选 这个一定要选这个十七的 十的 这个呢 捏捏十七 其实比较十 这个它的白菜呢 就是好吃 好吃 如果这个白菜比较松软的话呢 嗯 那就这个这个白菜吃起来就是 不甜 不提起来没有这个甜鲜的那种 那种感觉 没错 就是不脆 不脆 然后含水肯定不多 带一点老伴呢 这个可以无所谓 没错吧 带着老伴 如果你要尤其你要那个把它储藤起来的话呢 最好是带老叶儿 这个是干了之后呢 它又把里面给包起来 没错 让那个储藤的时间可以比较长一些 那咱今天选的这个白菜哈 你看摸起来就是实心的 而且看颜色的时候你会发现 一般好的白菜呢不是那么那么那么绿的 不是湿绿色 而是这种 若有若无的这种小绿色 是不是 你看 更不错 对 是不是 而且没有虫眼 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的白菜呢 这个 这个是最好的白菜 没错 最好吃的时候 好吃的吃错 是吧 你无论这个 怎么吃它都这个白菜的味道 它都 都非常的 比较原味 很鲜美 你坏的说回来了 如果说天天吃这白菜 就那几种做法 都吃够了 再好吃就也吃够了 是不是 那今天大厨 你这十六包 咱现在开始操作 咱这十六包呢 是用这个 主要是用叶 用叶子 好 咱现在给它改个刀 把叶子取下来 这个叶子 切下来之后 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包子皮的那种东西 是不是 当皮 好 一层一层取下来 挺漂亮的白菜 像套蛙一样 一层套着一层 对 光样外面这一层 没错没错 你看它这外面这一层呢 给它取下来的时候 看上去不是很大 但给它扒开之后 你看 还是挺大的一个叶子的 估计做十六包 其实这么大 真的是足够装住 好多好多的馅儿了 是不是 好 给它烫一下 说起白菜 老人说呀 说这一百天之内 一定要吃一次白菜 因为白菜呢 有这个解毒的功能 那么这句话 有没有道理 白菜究竟里面 有多少营养呢 白菜呢 其实呢 老人说的最对的一点 就是解毒 因为咱们冬天的时候啊 往往喜欢进补 冬季进补 吃一些肉食啊 一些这种 就是我们来讲的 容易上火的东西 而且冬天我还不愿意运动 是不爱运动 人都懒了 外面那么冷 都愿在家里呢 待着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吃一点这种粗纤维的东西 尤其是像白菜里面的纤维质 尤其是白菜叶子 你看我们这个叶子和帮 它的形 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 这个帮啊 让人感觉就是纤维比较多 比较粗的 好像其实呢 这种它含水分多 其实真正的纤维在叶子上 叶子的纤维 对 这个纤维呢 是含量比较高的 叶比这个帮啊 纤维质要高很多的 所以呢 我们吃白菜的时候呢 要多吃叶 它用来排毒的效果 是比较好的 这是 宽敞排毒 宽敞排毒 对于女性来讲啊 我们都喜欢养颜美容 那么冬天的时候啊 气候太干燥了 没错 皮肤就发干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两种维生素 是能帮我们保水养颜的 就是维生素C和E C和E 这个很常见的 对对很常见 水果中维生素C多 对对对 那么蔬菜呢 有一些森绿色的菜当中啊 含维生素E也多 那么像白菜 这两种都多 维生C和E都多 所以可以帮我们保住水分 所以吃白菜可以美容的 白菜是美容的 对对对对 白菜不仅呢 能够给我们提供 必要的那种味道 而且呢 还能给我们提供 这么多的营养价值 所以说这个就冬天的时候 咱得换一个新鲜的吃法来吃 这边大厨 把这个白菜呢 叶子蒸烫着 而这边呢 我们正在改着刀 咱今天一起搭配的 冬笋 还有下人 还有这边一些 这是白菜 白菜 已经看不出来 曾经的这个面目 面目全非 白菜包 白菜包给它切成团了 叮入之后呢 然后撒了一点盐 先把它这个水分 少一下 我说话在家里 最喜欢吃白菜包 是 都变去 这个部位 你吃到白菜包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人生 是有多寒酸的 是啊 这白菜包子不好吃 摇起来的时候 纤维很粗 对 它是粗纤维 但是呢 它含量也不太高 水分太多了 所以水汪汪的 咱大厨这边 给它做成这种感觉 而且腌咸菜也挺好的 对白色咸菜也还不错 好 这边 我们给它放点盐 腌着 这边我们给冬笋 也切成小丁 包括我们的虾仁 这个烫一下就行 大厨 烫一下就可以 好嘞 给它取出来 过一下 要取 我这边给您过 这个你看好 烫完之后 它会变得特别特别的绿 现在我们的白菜叶子 已经够完凉了 我觉得好 这个不能烫太久 对 烫太久没了 就飞了 烂了 因为这个白菜叶呢 特别容易烂 对 如果烫的时间 尝的 这个一个是它这个 它就 尤其做三 这个菜 没错 它没法当皮了 让它挺一点点 对不对 那好 这边烫好了 咱接下来怎么操作 然后用下这个水 然后把这个 这个粉 搓一下 把馅子也烫一下 OK 我们准备一个碗 把这个拿出来 其实它在做馅 嗯 在做馅 十六包嘛 用白菜做叶子 里面呢 把里面灌 白菜帮做馅 所以 白菜帮 还有这个冬笋 嗯 要说吃包子 你可能在家里 吃这种山东大包子 也就是吃一个 一个半就左右了 而这个您十来个 可能都不定怎么回事 但我觉得这个味道 应该是不错的 好嘞 这边 咱已经都焯好水了 接下来呢 好嘞 先炒一下馅 还要再炒它 还要炒一下馅 这一包出来吃就可以了 这个馅呢 就是炒 这就是炒的五花肉馅 对啊 五花肉 哦 还有加五花肉 嗯 其实我在家里 做白菜的时候 是舍得放肉的 嗯 没错的话 这个白菜特别不好吃 素 然后吃起来的时候呢 感觉好单薄的味道 味道一点都不重 因为白菜它水 含水量太高了 没错没错 而且脂肪也含量极其低 所以没有五花肉啊 这种稍微肥一点的肉 给它做底料 就不太好吃 没错没错 好 来一点底油 今天我们用的油啊 是健康青春带 给您重磅推荐的 金融鱼深海鱼油调和油 这种油呢 有3A加物质 对老年人以及儿童的 智力发育非常好处 建议你在家里试一试 金融鱼深海鱼油调和油 锅中我们爆好香之后 立刻放入五花肉 来回头炒一下它 我呀 做白菜的时候 喜欢放五花肉 包括平时我做这种 比较素的蔬菜啊 都喜欢放到肉进去 对 尤其纤维粗的一些蔬菜 都喜欢加点油脏 嗯 好 炒香一下 其实我们老百姓不用担心 好多人觉得 哎呀我们现在吃肥肉 其实呢 我们炒菜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油的用量呢 就已经很少了 没错 比较素一点的菜 它还能帮助咱们 把脂肪拖出去 所以呢 稍微用一点肥肉还是没有关系的 没关系是不是 对 在营养上来讲还是搭配的还是合理的 你看炒香之后立刻放入的是 我们刚才的生抽是不是 生抽主要是为了增心 那我们接下来加入的刚才是 一点汤 一点汤呢 把这个肉烧一下 嗯 把这个汤进去 OK OK 你看这个炒的时候这个颜色好 还是变成这个红色的 主要是让这个肉呢 这个有个香味 不然的话 如果你松肉往里煲的话呢 它这个肉一种腥味 它会带一种肉的特别腥味 就不鲜了 不鲜了 而且这样炒的时候呢 它本身的一些油也会出来 对 出来一些油 直接连带我们的油也拌进去吗 对 连油也拌进去 这个油会更香一点 没错 拌一拌 要拌一拌 要拌一拌 好 我们的冬笋和那个虾仁 不需要再炒了 就是不用炒 直接放进去 好 拌一拌它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倒一个 还有菜调味吗 这时候 稍微放一点盐 因为刚才那点酱油呢 它只是这个 对这个肉提了一点味 对 因为我们的笋和我们的虾仁 它们有味道 对 再来点韭菜 韭菜 碎沫 韭菜又被预备是撞羊草 是 非常的提鲜 而且冬季的时候吃的 以后纤维呢 也会帮助我们排毒 没错 对那试一下 好嘞 这边 加了韭菜之后 我们也没味道 像什么 像在家里做这个 三鲜馅的饺子 三鲜馅饺子 三鲜馅包子之类的 今天咱这是三鲜的十六包 好香啊 这是烫过的这个韭菜 韭菜 我们把它当绳子 哦 当绳子 就是说我们这个绳子也能吃 烫了以后干什么 而且这个绳子呢 还非常的结实 让你拽的话是 很有韧性的 的确 我们现在开始包十六包了 包完包之后 我们还要再 再蒸一下 还要在锅中蒸 蒸的目的是什么 蒸的目的是把这个味道呢 融合一下 让这个粉的香味呢 肉的香味和这个虾仁 还有白菜的这个韭菜的香味 充分地融在一起 相互吸收一下 彼此这个长处 然后让这个白菜叶呢 也沾一点光 没错 好 来咱给它包起来 需要馅很多吗 包起来也可以 因为这个皮呢 它不是面皮 它没有这个伸缩的那一块 哦对 它不像我们平时的面皮 它多大叶子就多大 你选择多少馅 哦 好 我给您记 这个还是两个人共同操作 是不是 好 好嘞 这个还记上 好嘞 就这样子 一个石榴包 咱呢 先给它单独的摆出来 一会儿呢 再放入我们的盘子中 小的盘子 好 弄好了一个石榴包 咱给它单独弄出来 好嘞 一个石榴包已经OK了 接下来呢 丙叔教你做第二个第三个 一会儿呢 一起放入容体之中 你在家里包这个石榴包的时候 我建议你啊 要用这个大一点的白菜 因为你看 刚才丙叔在包的时候呢 我们是一起合作 才把这五个包起来 所以说呢 你在家里 这白菜叶子的选择 也是有要求的 好嘞 五个已经包上了 放入容体之中 我们再蒸它一下 大概要蒸多久呢 并叔 蒸五分钟 五分钟 这么久 它会不会白菜蒸太烂 没问题的 这个白菜呢 因为它已经凉吐了 没错 然后需要把它给蒸热了 然后把里面的这个 粘粘再蒸熟了它 再蒸出汁水来 OK那好 现在放入锅中 来慢慢地蒸它 那其实说到这个白菜 你看好并叔 大家在家里的时候呢 一冬天都储存好多白菜 你有没有什么招 告诉大家 怎么储存 它能储存得更久一点 这个现在呢 不像以前了 以前这个 一般家里买了之后呢 都是买很多的白菜 没错 上台课 的确的确 一个白菜山 因为它就大平常下去的时候 非常便宜 的确的确 现在储存呢 也是只要把它 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别蒸 它也冻了之后呢 它这个 它也不行了 对 也别放在太暖和的地方 现在加了一空 又有暖气 对 有暖气 对的确 放在一个比较凉一点的地方 就凉台吧 就是零度最好 不能低于零度的白菜储存 白菜的储存温度就是零度 你在家里呢 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落 然后储存它 我们这边啊 在正式的十六八 出锅之前呢 还要调一个芡汁 一会人一会要淋上去 是不是 对 好 这边我们过程来点水 这个芡汁咱要那种 鞋鲜口的 鞋鲜口的 OK 好 加一点盐 一点盐 好 来点盐 这个芡汁要很稠吗 不用很稠 玻璃芡 玻璃芡 玻璃芡就是那种 很晶圆剔透的 很薄薄的 点香油 来一点香油 这边我们准备出锅 然后我这边呢 给饼厨好 准备好一片空地 出锅这一刻 我们会发现 这个白菜呢 要比刚才呢 更加软一点了 因为蒸过之后 用这个蒸汽 熏过它了 跟之前也不太一样了 好 五个精致的十六包 这道菜 你说咱应该是把它 作为主食呢 还是要把它作为菜呢 还是青菜 还属于是菜品 我觉得 还是菜比较多一些 没错没错 热量非常非常低 我觉得想减肥啊 就吃这样的菜 是非常好的 既精致又可口 而且还会显着吃的很多 的确 实际上能量很低 冬天到了 大家都不愿意出去 天冷了 在家里做一道这样的 白菜十六包 是个不错的选择 味道怎么样呢 在现在就尝尝 好大的一个十六包 而且呢 有一些汤汁已经流出来了 很兴奋地加起它的时候 是 非常非常鲜美哦 我觉得韭菜很重要 韭菜呢 不管是做绳子 里面加的这个韭菜 馅也很重要 非常非常鲜 这个做这个时候呢 哇 一定要在调馅的时候 你把这个味道 一均香 那之后呢 这个刚才切了 这一心 你看明白这个白菜包 是吧 一炸一下水分 不然的话 它这个 在中的过程中 它的水分会下得太多了 对 就出水了 一定要把这个水分 给涨出来 白菜十六包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丰富的一道菜品 希望你呢 在家里好好地试一试 那接下来饼车 给你带来的 也是第二道 用白菜做的 不寻常的菜 第二道是什么名字 栗子白菜 栗子白菜 栗子我们一般 都是和鸡啊 和肉食来配 对 板栗烧鸡 白菜能配出什么呢 咱们一会儿就告诉你 欢迎回来 这里是金龙鱼 深海鱼油 调和油 健康鲜吃蛋 我是大嘴 说起这白菜啊 可能很多朋友 在这个季节呢 是最头疼的了 天天吃 月月吃 怎么吃都觉得烦了 总之啊 就是因为你家里 这些做白菜的方式 有点单调了 那今天 健康鲜吃蛋 教你两种 比较丰富的 比较创意的 做白菜的好方法 刚才大厨带来的 16包 现在饼厨带来的是 栗子烧白菜 栗子烧白菜 怎么做 给大厨 第一步 咱们开始了 制作板栗烧白菜 需要的原料是 有补身功效的板栗 美味的白菜 以及虫草花 它是先加工一下 这个白菜 好 咱给它切一下 切成 调 调状 直接切成 那切的状态有点像娃娃菜 是不是 这个菜呢 可以用这个白菜帮做 因为它刚才送了一块 这个白菜 刚才用白菜的叶呢 我们做的是16包 这个我们做这个烧菜 一颗白菜都不浪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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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它戳一下水 为什么要戳一下水呢 大厨 戳一下水 这个 过一会儿烧的时候 它能吸引这个味去 哦 利于它入味 对 这个本来这个菜呢 传统的做法 应该是过一下油 没错 拿油炸一下 过一下油吃起来之后 我觉得这个粗纤维 它会很容易吸油 对 那会有点油腻了 有点油腻的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先加上竹子 然后把这个栗子皮 栗子这个 在这边里面这个 这个栗子皮去一下 好 说起这栗子呀 你看我们皮子在家里啊 去这个栗子皮 都是一个麻烦事 尤其是这种 这种虽然说 已经将硬壳去掉了 可这层单薄的皮啊 有的时候 难吧 对难去 你看 然后用热水烫 我在家里喜欢用热水烫 对 烫一下可以 非常难去 也是很难去除 这里一个 就是我们酒店 经常用的这个办法 就是用油把它炸一下 一炸之后呢 这个皮 它就这个 硬了 就硬了 没错 硬了之后呢 而且这个栗子呢 它也熟了 栗子熟了 皮也硬了 一举两得 而且还挺增香的感觉 这油温在什么程度的时候 我们把栗子加 因为在七成热的时候 七成热的时候 高一分之外 七成热的油呢 就是已经开始冻 冻完之后呢 它已经陷入平静的时候 大概七成八成热 对 是不是 今天我们搭配白菜的 是栗子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郭老师 这栗子呢 都被奉为是什么 是一种能够强筋 强筋健骨的一种食材 它主要的一个营养是什么呢 其实板栗呢 它主要的营养成分 就是在所有的干果当中呢 含脂肪是最低的 最低的干果 含淀粉是最高的 相当于什么呢 你吃一两板栗 相当于吃一两饭 就这么个道理 就是它的 看水化合物的含量 是一样多 那我们如果吃它 也得控制出量 那也得控制量 就是说它含的淀粉多一些 脂肪比较低 所以吃这个呢 相对来讲呢 就不像其他的干果 那么油腻 热量那么高 所以总热量呢 挺低的 可是呢 你要当饭吃 别就是说 你吃了它很多之后呢 你还吃很多的主食 你还吃很多主食 而且吃板栗 很适合羞动季节 能够强筋健骨 能够补肾 对 补肾啊 强筋健骨啊 那么这是中医的说法 那我们西医来讲 它有时候还比较助消化 助消化 对 真的是很棒 那冬天的时候 吃一袋板栗 比较不错 在这边呢 把板栗 直接在七八成 热油温的时候呢 就下进去炸一下它 这个是不是一炸 就很容易成熟的 对 一炸就很成熟 炸完之后 它自然 那个外面的皮就裂好了 对 拿出来一搓也可以 OK 因为它的淀粉质含量比较高 淀粉就像我们的馒头一样 一放油里 一高温一炸 它就硬挺了 对 就硬挺了 OK 这就是个好办法 没错 给它接过来 好 来 哎呦 你看 一炸之后呢 这个皮就自己扩漏了 好 取出来 哇 所有的板栗都已经OK了 看完的 来进来一趟 你看 用这个手一搓 或者用筷子一剥就下来了 很方便 这是一个新的方法 对 这也是这个 我们厨师在一长工作中 为了省时间 积攒的经验是不是 没错 你看 这进来一剥就出来了 很棒 你看 一颗又一颗完整的板栗 就OK了 那放到一边 我们备用它 观众朋友们 饼大厨教给大家的独门绝招 记住了吗 难以去皮的板栗 用油炸过以后 轻轻一剥 皮自动就掉下来了 这样的办法 不仅有很好的去皮功效 更可以让板栗成熟 烧制的时候 味道更加香甜 一键完板栗 现在我们大厨呢 已经剥下来了 看到没有 剥完之后的板栗呢 表面是油光增亮 是啊 看起来感觉就很好 的确 这边呢 我们的白菜棒 也焯好水了 差不多 好 这边给大厨准备一个盘子 取一下我们的白菜 好嘞 好 烫好了之后 要比原来能更绿一点 别忘了刚才秉出给您的提示 这白菜啊 不适合烫太久 接下来我们把锅热上之后 来一点的油 那今天我们用的油呢 是健康兼时代 给您重磅推荐的 就是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 这种油呢 有3A加物质 对老年人以及儿童的智力 非常有好处 建议你在家里的时候试一试 我们这个油已经热了之后呢 就放入我们今天已经烫好的白菜包 这时候我感觉 把油这样一烹这个菜之后 菜的表面 就会立刻形成一层油的膜 油的膜 很香 抽着 先把它炒一下 先用这个油来味一下 我怎么好像闻到了一点点 这个香喷喷的味道 是因为我们的白菜一预油的时候 就是这样吗 对 其实你看今天我们把这个来回的炒一炒之后 就OK了 就立刻放入我们的板栗 我想问一下顾老师 这个板栗和白菜在一起块搭配 您觉得怎么样 应该是挺好的一个搭配 这个吧 其实呢 过去这个板栗的烧白菜 它是一道药膳 药膳 比如说像这个小孩子或老人消化不好 冬天的时候吃的这个油腻的东西过多 然后呢 就是胃肠道不好 我们都可以用板栗烧白菜呢 作为一道药膳 调理身体 调理身体的 那么而且呢 是素食 过去的时候讲是就是素栽当中用的 我们这个板栗呢 有的时候他们就是用油炸锅 的确 然后呢 它相对来讲的就加强营养 香一点 香一些 那么把它一起这种荤素搭配 很适合人体 而且呢 消化也比较软弱一些 好消化 其实你看这道菜好 它把这个板栗呢 刚放进去之后呢 就立刻加汤 我们现在开始慢慢的烧汤 你看到现在开始 我们还看起来这道菜比较清淡一点点 挺清淡的 太清淡了 加一点这个泡过的这个虫草花 虫草花 最后呢就是它的这个能提高人体的扭义能力 嗯 里面的氨基酸啊 还有一些这个虫草素 对人体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这是一种菌类 今天我们作为一种配菜搭配进去 今天这个放这个虫草花的主要原因呢 是用它的调色 调色 因为它这个虫草花这个 结果保制之后呢 或者泡过之后 它那个颜色 是成黄色的 是成黄色的 你看就像我们这个水 这是泡虫草花的水 对 嗯 是不是 它就会变成这样的颜色 对对对 刚才汤是白的 放下之后呢 它就带着黄色了 的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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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去 我觉得饼出来的很有创意的 这样我们吃了以后 小老人小孩啊 抵抗力就增加了 没错 加了一点盐 那点盐 要出锅了是吧 不 要烧一会儿 还要再烧一会儿 把汤汁给收干吧 那其实说到这个白菜 你看在这个季节 家家都有 总吃它 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人 不适合吃它 在这个秋冬季节 也不利于 每天上凳几下都能吃它 对对对 白菜呢 虽然是好东西 但是呢 吃多了呢 它就比较寒 因为它水分多 比较寒凉一些 尤其是我们生半白菜 所以呢 你比如说经常 有点这个辣肚子 腹泻 而且一看外观上 就很瘦的那种人 就是不太长肉的 那么尽量少吃 那我应该少吃点白菜 应该少吃 比较虚寒一点 没有了 其实我是说一个 比较强状 对对 所以我们那种呢 一看就是皮包骨头 或者是体型偏瘦的 瘦一点的 少吃白菜 要中医来讲 就是脾胃虚寒 那种就是很虚寒的人 饼大树 你可以多吃一点 可以多吃一点 减肥的人可以吃 你可以拿这个当饭吃 但是呢 比较虚弱的人 我们就要少吃 就在说话间 我们的白菜 准备出锅了 是不是 出锅了 出锅之前 为了造成好看 我们要把这个白菜 单独取出来 白一白 好 有点像娃娃菜 其实如果说 家里有娃娃菜的话呢 可以一样好 用娃娃菜来做这道菜 那味道 现在的这个 口感会差不多 现在这个季节的 白菜心呢 这个比娃娃菜 我觉得还要好吃 好得多 应该 因为白菜现在 是正当季的时候 我看的烧好之后 你看 非常油亮 是不是油亮 而且有一些颜色 在这个白菜表面了 那个从小花的 那个黄色 没错没错 看上去也很勾人 这真是一道大菜 没错很棒 好 把这个栗子浇上 栗子放上去 白菜和栗子 做一个搭配 刚才老师也说了 这是一道药膳 那么想必呢 营养价值啊 是能够相互的配合 相互的补充人体的能量的 那么我希望你在家里 真的要试一试 但是在您在家里 正式之前 我们三个已经端上餐桌了 先呢 大块赌一地尝一尝好不好 来 赶快一起来尝一尝 很入味啊 颜色也很棒 而且已经有点烂软的感觉 又甜又好吃 吃在嘴中热乎乎的 而且呢 有点咸咸的感觉 很棒啊 这道菜 大叔您觉得最大的要点是什么 烧的时候 一定要把火火长得好 一定要把这个白菜呢 首先把白菜烧烂 再一个是呢 和栗子呢 要和白菜同时相互 把它这个栗子的味道呢 烧到这个白菜里面去 这样的白菜呢 你能吸出这个栗子 甜香的 甜香味 很棒 这道菜以前呢 是一道滋博的梁芳 也是一道要扇 希望你在家里面试一试 白菜加加多吃 希望这道菜呢 能够给你这个冬天 带来一些丰富多彩的烹饪享受 谢谢北大厨 谢谢 也要谢谢顾老师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要感谢金龙鱼 深海月跳黑 对本家们的大的支持 也要感谢凯德宝厨具 对本家们的支持 也要感谢盛斯特厨柜 对本家们的支持 也要感谢修水庄园 对本家们提供的食材的支持 我是大嘴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落